109年花蓮市阳光城市杯篮球锦标赛 26号是在东华大学美轮校区体育馆热血开打 20支队伍将在两天的赛程当中互相比拼 让现场充满着紧张又气急的氛围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到场进行了开球仪式 鼓励大家多参与户外的运动 增强体力 维持好体态 才能够保持身心的健康 109年华蓮市阳光城市杯篮球锦标赛 26271年两天在东华大学美轮校区体育馆火热开打 市长魏嘉贤及多位代表议员归宾们 都到场一一向球员们鼓励 并进行开球仪式为活动揭开序幕 那今天办理阳光城市杯的一个篮球锦标赛 那也是我们在顺目年中 我们也希望说打造锦标赛的一个城市品牌 那也把花莲的一些优秀的球员邀请过来 那也很多来自外地的朋友也有来参加相关的比赛 那我们更希望说 透过不断的一个推广运动的过程里面 能够增加运动的人口之外 也能够让一些我们在地的孩子们有一些刺激 那参加比赛的时候可以增加自己的经验 那在这一次的全线的线运里面 我们花莲市的成绩就特别特别好 那在篮球的部分 过去渔网都是其他乡镇拿到冠军 那这次我们花莲市的部分也夺到了金牌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 让更多喜欢打篮球的孩子们 都有各种不同的比赛能够去尝试 然后去训练 那当然这一次我们也是 也希望说在这次的比赛过程里面 也能够同时宣导 在原住民委员会跟客委会在办理有关 明年的原客三对三篮球比赛 也能够邀请更多的选手一起共襄胜举 那我们诚挚的希望 有更多的比赛 有更多的人参与 在我们卫市长的努力之下 都持续与运动来带动观光 那在代表会的部分 也全力的来支持 各个单项的运动比赛及活动 那期盼借由运动的一个 这样的风气呢 来带动我们市民的健康 期盼用更好的一个环境 让我们花莲市的整体市民 都能的生活环境都越来越好 那近期呢在明年的三月 那我们花莲市的风雨球场即将动工 那预计再会一年后会动工完成 动工之后一年后即将会完工 那这是我们花莲市所做的风雨球场 那期盼花莲市公所跟花莲市民代表会 能全力的来合作 然后并带动更多的运动的风气 让我们花莲市越来越好 这次的赛事吸引到20支队伍将近300位选手报名参加 要在两天的赛程当中发挥实力一较高下 现场状况激烈 每队选手都拿出绝佳默契 在球场上挥洒汗水 享受进球得分的乐趣 观众也在一旁为选手们欢呼加油 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而赛程在27号将进入冠军争夺战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东华大学 美轮校区体育馆为选手们加油 记者许立琴 欢迎电视报导